为什么不命名元奖或者是汉奖 要命名唐奖 因为汉朝是一个单一的宗教 单一的汉学为主的朝代 元朝其实侵略性很重 唐朝是一个融合性的 宗教上融合性 文化上融合性 民族上融合性 因为它的大的融合跟大的包容 促使了一个唐朝一个璀璨的一个盛世 所以我们就用唐奖来作为基金会的名字 我并没有用我隐士奖金的方式 或者我父亲的名字 隐书田奖学金的奖金基金会的方式 而用唐奖 用唐奖的意思说我们 全体的华人 我们来面对全世界 它的意义是这样子 那设定这四个奖项的目的 就是为了补诺贝尔奖项的不足 而不是要跟诺贝尔奖有什么竞争的一个关系 而是一个不足的关系 因为诺贝尔奖也一百年前了 这一百年来呢 这个世界呢有很大的各种各类的变化 环境的变化 污染的变化 温度上升的变化等等 一百年前比较没有这个环保的液体 那一百年前的诺贝尔有医药奖 但是没有生物科技与治药奖 那另外呢 由于我们是华人 我们是中华民族 所以呢我们汉奖呢 我们有一点点私心 就是发扬中华文化的意思 法治奖呢 也是针对世界各国各民族 法治上有重大的贡献 创建 有影响力的人而设立的 这些奖项都是补诺贝尔不足的奖项 而且呢将来呢 这个时间慢慢的推移 这个地球上如果有需要 要再次新的奖项的时候 我们也会正宗的考虑来增加 先开始只做四个 请 effectivement 我们下车一辆 액正下 Defens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